当播足球快讯 2021年10月8日 日本出线初告及 世界杯亚洲区外围赛第二阶段分组赛 在在今日凌晨上演多场激战 其中日本徽军0比1输给沙地亚拉伯 虽然日本阵中拥有众多女欧球员 但球队金像面对沙地亚拉伯 就显得无计可思 还因为自己的一次犯错 被沙地亚拉伯捉住机会 最终无奈吞下输球的苦果 目前三仗分组赛战罢 日本只获得一胜两负的不理想战绩 而排名新前的澳洲 同沙地亚拉伯捉都是三战全胜 同过往从来不用担心世界杯决赛 周知格相比 日本现在已经落后分组赛头两名达6分 出线形势已经不容乐观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